当你修礼和拜唱人的时候,你的心要能够进入礼和拜唱人文艺的意境 会慢慢慢慢的融入,融入那个意境,所以叫做相应 所以礼和拜唱人,它有四个层次,一个是词诵,一个是背诵 一个要体悟,解悟这个文艺,第四,你的心要跟这个文艺能够融入 经过这个四个阶段之后的话,你才能够消除你的一切的业障 得到无边无量的功德,这是礼和拜唱人的修处的四个文艺 接着这个礼和拜唱人的内容 这个礼和拜唱人,刚刚开始这个十个字,非常重要 叫做一心圆法罪感应骗失光,这十个字 这十个字是礼和拜唱人的精华,也是一切佛法的精华 所有的佛法,所有的佛法,所有的佛法都在说这十二 所以,你对这十二有特色的了解的话,离和拜唱人的整个精华 你能够掌握,对这十二有特色的了解,整个佛法也能够掌握它的精华 所以,这一心圆法罪感应骗失光,这十个字很重要 所以说这一心圆法罪就对了,一心圆法罪就对了 这一心圆法罪,相对的那些没有修行的人都是三心圆意 没有修行的人,他的心念心思就是三心恶意,对,三心恶意的人就是叫他凡夫了 如果能够达到一心的话,如果能够达到一心的话,叫做圣人 如果有每一心的时候,这个人是圣人 如果心不知道每一心的人,三心恶意的人,这个就是凡夫了 所以我们修行的重点,就是这两年一心就对了,一心就对了,一心这样 所以,如果有时候,有的人会看到,听来听不太厉害 但是,这要买一个栋梳 有一心圆法罪,这样来的就听不太厉害,你知道吗? 入一心圓滑,就是动词 动词是修行的关键 修行的关键就是让我们入一心 这个修行的关键 入一心 什么叫入一心呢? 就是让我们这个心灵和心性 进入成一不杂不乱的境界 这个心灵入一心 让我们的心入不杂不乱的境界 这个入一心就对了 所以我们在铲店的时候 所谓铲店最重要 因为这个入一心 它有两个层次 一个是铃铲 一个是铃铲 一个叫做铃铲 什么叫铃铲 你知道吗? 就是我们刚才说 如何让你的心 进入一种没有杂不乱的那一种状态 叫做铃铲 铃铲 铃铲 对了 然后慢慢放松放空 然后进入一种无我 在铲铲的时候 慢慢本来是一手丹田 做深色呼尸呼吸 脚链就像这样 到一个期间之后 这个人 慢慢慢慢慢慢 扛起了 扛起的话 你这个我 就会忘掉这个我 对 人家当下没有忘恋 没有我没有忘恋的时候 你当下就会入一心 入一心 在禅定之中 放空放松 一种进入 无我 无我 没有忘恋的 一片清静光明的境界 那个叫做入一心 入一心 这个叫入一心 这个叫入一心 在禅定之中 进入那个无我无望的境界 叫做入一心 禅日的话 就是说 我们在生活之中 不要执着这个我 不要执着这个我 在生活之中 要看行刺作物的话 保持一种清静心 就是无望的 在生活之中 不要执着这个我 保持清静心 就是无望 所以你这个动态的时候 要用这个离日 来达到无我 保持清静心 在静态的时候 禅定的时候 身心都放松放空 从他进入一种 一种无边无量的清静光明之中 那个叫做入 所以你以入 也做到 宿入也做到的话 他们叫做入一心 入一心的话 你会感觉你的那个生命 你的那个清静贼性 会达到无边无量 对 那时候就是 一心圆化座 对 所以我们在团队的时候 你如果 加速棒药 有痕 有症 的时候 你 会感觉这个人 空掉 不在 然后你的贼性 会很快很快 对 很快很快 那时候 你有听到风声 你有听到风 要叮叮叮叮叮的声 但是 你感觉那个风声 是 是我 是我 你 不会均 你 到这个风 起分变 因为你这个 一心中 融入整个多少 所以 一听到那个风声 风声 就是你 对 你有听到风声 风声 风声 也是你 你有听到风声 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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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也是你 你有听到风声 风声 风声 也是你 一心圆化座 不是说 你记得 什么都不知道 不是这个意思 你记得 什么都不知道 那就是 睡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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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封尘 风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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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不 不觉醒了 什么都不知道 那个东西叫风声 那个东西叫不觉醒 那个 那个 那就是 风声 不觉醒 那就是睡觉 对 那是睡着 那不是 不是修行 不是禅定 禅定 禅定的时候 就是要入一心 入一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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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说你心 纯意 没有杂妄 那个觉醒 清澈明白 那个觉醒 很快 很快 无边无量的清净光明 整个宇宙 君与融成一体 那时候叫 一心圆化座 那叫一心圆化座 那你如果入一心圆化座 你如果入一心圆化座 你收听到的 的声音 都是 都是 你的一心的 在里面 旁边都 都无差别在这里 所以 你如果入一心圆化座 你会感应配十方 什么这个感应配十方 呢 这个 你那个角醒 融入整个法座 这个主护的法 因为 这个 整个宇宙 的 空间 统成十方 东西 南北 东南东北 西南西北 到上下 这个十方 就是整个宇宙 当我们这个心圆 融入整个法座的话 俗方的诸佛菩萨 好